与大家清水后里相连的外谱 是个典型的和解地形 地坎部分有两点花卉 高坎可以蓄木 是个移农移木的好地方 切莫纵横的田园 一望无际 让人忘却世俗翻忧 水稻是这里的主要作物 居民除了以米饭为主食 也习惯在逢年过节 甚至在平日尝点像是年糕 操贵的米食餐点 六分里的里长刘王碧霞 拥有制作传统米食的好手艺 在乡下生活十分惬意 偶尔也会和孙子去采摘艾草 回家后做成超阿龟饭售 具有特殊香味的艾草 除了要用 还可作为料理的天然色素和香料 将洗净后的艾草 流入滚水中 盖锅 煮上四十分钟 使其软化 与此同时 还得将圆糯米清洗浸泡 这个米 要花四个小时给它软化 再下去摸米机下去 把它摸成米浆 机器 是人类文明下的智慧产物 能让人们加速完成制成 一边加水 一边抹制 血败的米浆 集结成口 再经由高速脱水 形成一块块小米团 随后 将煮软后的艾草 与米团 糖 揉合 过程中 还得加入 已经有水煮后的部分米团 利用水煮后的热度及水分 帮助所有米团成型 反复使力 揉制均匀 即为废工 而内馅的炒制 则是以香菇 肉燥 虾米 萝卜丝 红葱头为主角 拌炒后放凉 手上抹点油 可让面皮与馅料完美结合 蒸炊25分钟 就大功告成 伴随着热气飘散 油亮的外皮 似乎已准备就绪 等着表现出 那Q软微甜的口感 咸 甜 香 饱满 集结于一生的曹阿贵 常在嘴里好滋味 脑海中的童年回忆 也迫不期待 蹦了出来 在外埔 总能瞧见红龙国的身影 因为这里 是台湾种植 红龙国的主产地之一 外埔红龙国自然产期 多集中在6到12月 淘喜的鲜红外观 加上营养又独特的风味 自然生得东方人喜爱 甜美的果实 来自于人们的辛苦种植 平时使用草生栽培 不使用化学农药种植的范大哥 在连热的大雨袭击果园后 赶紧来到果园 加强巡视照顾 像这个 扁瓜牛那么多 一下雨 扁瓜牛就上来了 海绿色的时候 这边它已经破坏了蜡子 这个果实转色了以后 它这个蜡子就不复存在 那就变成不完整 或者是刺激品的果实 巡视 采收 挑选 再送往市场工人们选购 从中不能看出 人类对于下肚的东西 大多讲究品质 这个蜡子你拿起来 这个鳞片很新鲜以外 你可以再来炸 这种的是高品质 标示它的果肉扎实 吃起来很切 当然 果实出了可直接食用 也能将其入菜 魏普区农会家政般 推出的喉农果炒饭 以颠覆传统炒饭思维 十分新颖 首先将近日的主角 火龙果打成汁 过滤 去籽 你老婆把它拎起来 比较炒饭起来 像蚂蚁山树 一点一点 翼翼 随后将蚂蚁果汁 倒入已事先冷藏过的米饭中 冷藏 才能使米粒保有粒粒分明状态 搅拌均匀 同时 炒饭的重要配角 鸡蛋 也要中小火慢煎 口感才会嫩 起锅备用后 油下锅 蒜末炒香 接着倒入红 黄 椒丁及玉米粒 翻炒中 再加入方材的煎蛋 喉咙果饭接连登场 加盐后 炒至整锅收汁 即可起锅 而花椰菜 这回仅是陪衬的绿叶角色 并撒鱼拌上点缀 最后以坚固收尾 一道色彩鲜叶 营养可口的粉红佳人 挤完成 人们很聪明 懂得物尽其用 火龙果皮 含有多种珍贵的营养物质 因此 将果皮洗净 切除叶片 切丁后 就能变身为美味佳肴 过丁与鸡蛋 盐 胡椒粉 一同搅拌均匀 热锅后 分皮些许将其倒入锅中 以小火慢煎 不翻面 抓准时机起锅 趁表面 还带有湿润感时 赶紧卷起 金黄色的表面 与果皮温情相涌 时时在再呼应其名 红龙金袍 一口咬下 厚实的层次 称托出果皮的湿润 将简单料理 发挥得淋漓尽致 地球上许多作物 都需要透过蜜蜂兽粉 维持共存 外埔是早期 台湾养蜂研究班的所在地 造就外埔养蜂业的兴盛 从小就跟随父母亲养蜂 才说蜂蜜的郑大哥 早已习惯 滤油牧民族的养蜂生活 目前饲养的香树有300香 每年的3、4月 便是采收蜂蜜的主要季节 像我们就是在巡视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草房 那像这个已经就是封盖了 这个表示蜂蜜很多可以采了 其他这个有颜色的花粉 以刀片及瑶蜜基进行采蜜 将又香又醇的蜂蜜采收下来 根据本草钢目记载 蜂蜜性贫 具有清热解毒 润造的多种功效 且富含维生素与氨基酸 营养价值极高 在炎热夏季 泡上一瓶蜂蜜水 能够解渴 甚至还能借此辨别出真假蜜 你可以看到它的泡沫就是比较细致 而且泡沫不会很容易消退 那你如果是合成蜜 它可能泡沫一下子就消散了 许多人爱吃甜品 总爱加点蜂蜜点缀 经营剔透的爱玉 放上柠檬片 淋上蜂蜜 酸酸甜甜好滋味 与仙草交融 同样生得人心 蜂蜜的天然美味 为人类描绘出 既幸福又浪漫的午茶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